找到绍兴科桥的巨银国际商议中心一状 这排店铺已经关门上锁 门头招牌上除了各个家电品牌的名称 还有京东家电的字样 戴先生告诉记者 这里原来是一个家电卖厂 老板姓陈 这两张收据显示 2022年5月3号 戴先生在这里购买了一批家电 总价83,600元 家电数量有十几样 一共四台空调 一个冰箱 一个热水器 还有净水器 到现在为止已经发了几件货给你了 大概有个三四样的东西 还有哪些没给你 三台空调 一台冰箱 它那个洗鸡烘干机 我买的是好的东西 然后它当时因为拿不了了 它就是店里面直接拿的样机 同样收不到货的还有这位熊先生 收据显示 2022年5月1号 他在家电卖厂购买了一批家电 总价30,500元 主要是电视机 抽油烟机 灶具 洗碗机和净水器 家电卖厂的收据上 还盖着绍兴市 雨格电器有限公司的工章 实际上从8月 我叫他送货的时候 一直拖到现在 一样都没发 一样没发 戴先生告诉记者 2022年10月初 他发现 陈老板的家电卖厂 已经关门了 从事后双方的 微信聊天记录来看 陈老板一直说 会尽快解决 本来昨天到的 到账的 但是有点问题 今天再处理掉了 然后现在等信息更新 现在就在干等 如果是这边等了 一天到两天最多到账 现在不确定 我大概是10月23号左右 过来看 就是已经关门了 然后听他们在说 有了解到是 差不多10月1号 就物业就直接锁门了 除了你和小戴之外 涉及到这个事了 还有多少人 大概 二十来个吧 我们有两个群 那货款大概涉及到多少 货款的话应该有 五六十万应该有 戴先生和熊先生表示 2022年11月2号 他们设法找到了陈老板 这两张欠条也是当天写的 其中 熊先生这张欠条上写明 三万零五百元的家电 未发货需退款 故承诺二十天内发货 或退款与顾客 戴先生这张欠条上写明 三台三菱空调 和一批家电加起来 总价是六万四千九百元 承诺二十天内发货或退款 除此之外 还有一台 五千三百九十九元的 洗碗机要退款 他就说 我现在还是没有 他说等把这边的事解决好 那边才能开业 然后我们就一起让他打了个欠条 经常跟我们说 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 我马上给你们解决 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就可能资金上面 就转不过来 那他实际上这个问题 给你处理了吗 没有处理 戴先生说 等了将近两个月 陈老板既不发货 也不退款 他担心 手上这张欠条 会变成一张废纸 记者给陈老板打了电话 发了短信 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另外 这排关门的店铺门口 贴着绍兴市科桥区 人民法院的公告 落款时间 是2022年12月20号 陈老板和绍兴市 宇格电器有限公司 被一家商业管理公司 起诉了 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 法院对商铺内 744件电器 进行财产查封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进行查询 绍兴市宇格电器有限公司 目前还是存续状态 公司的登记地址 就是聚营国际商业中心一状 这个老板跟你们公司 还是心灵力之间了 有个纠纷的 好像还闹到法院了 对我不太清楚 那现在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的要求就是退钱 直接退钱好了 他这个我不信任了已经 忽悠我们太多次了 记者还注意到一个细节 戴先生和熊先生手上的卖场收据 都有苏宁易购专用票据的字样 我们来去核实 安排工作人员 如何解决这个情况 好 确认一下全老板的身份 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的经销商 好的 截至发稿前 记者还没有收到 苏宁易购方面的正式答复 戴先生他们已经向 绍兴科桥警方报了案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谢谢核实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